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络物轮是身体传途讯息或处理身体互相沟通的其中一个渠道 对于我的认识 因为我在20年前左右 由于一个机缘 我就接触到经络诊断的工具 这个工具当年就叫做ARDK ARDK是用来评估一个健康的人或不是太健康的人 十二经浪 他的能量讯号的变化 我做了这个工作 都在香港做了十几年 我所接触的人次是有十几万人次 几万人 每人再来复诊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数据 好兴幸当年 我有参考书 在我场面的参考书 他是经络和经筋拍在一起去演绎 当年我也不太熟悉经筋 在演绎时 经络的诊断讯号 其实给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譬如鼻敏感 鼻敏感 它是会与大肠经 和三肠经 能量是太低有关的 所以你想想 十几年我看到这个讯号 问了他也是鼻或者是喉咙 都有不妥的时候 你想想 现在我还需要不需要对着 那些数据 知道他来看喉咙 或者看喉咙 我知道哪条经络不对劳 很简单 反过来 我可以知道 究竟他哪条经络出什么事 原来古代的人去看经络 去评估经络 其实是一种功能 这种功能是一种感应 我慶幸在最近这几年 我出了这种感应 相当于可以评断到一个人的经络 状况的起与伏高与低 例如一个病人 他来看我 看某个症 我们可以知道他全身最弱的经络 在哪里 最弱的经络在哪里 也跟他的症有关系 因为每条经络 经络是管一群身体的机能功能 所有失却的平衡的时候 他都会有症状表达 而且每条经络 由头到脚 他不同的段数出现了不平衡 他表达的症状会不一样 超复杂 真是很不简单 我用回简单来说 譬如我们第六项 其实我们会提到医院病 既然你说超复杂 我就用回生活化的例子 来说给你听 牙齿整体医学 是一个非常少牙医去接触的一个领域 在台湾也比较多一点 有一小群的牙医 在做这个 你说多一次 牙科或者齿科的整体医学 好 好 他们研究什么呢 他们会探讨 一个牙齿的问题 如何影响整体 这种探讨 在德国就比较多一点 其中 他们有仪器 可以查到每条牙齿 是影响哪条经络 甚至他们考虑牙科物料的时候 他们考虑到某一些 跟你的适应 适应不适合你 OK 当日我就有过这样的聚会的时候 我就问到一位专家 我就问你有没有去探讨 不同的牙齿 是需要不同的物料 因为我们知道 不同的经络 其实是需要不同的讯息 所以 他们说他们会考虑 不过 但是都没有 那么快去做到这些东西 已经很难设计 一些实验 亦都是不现实去设计 这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真的 每一只牙齿 它管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譬如今早为例 今早我就上了一个课程 我就讲头发 还有牙齿也提了一点 其中一个 它是有七分的恐惧 下午去见工的 它的恐惧是七分 刚才我用手法 跟它调整牙齿 有四只牙齿的位置 我其实是很微小的力 是跟它做一些 所谓的阴力 一些干预 它当时的分数 是由七分镜 下到五分镜 下到三分镜 然后退了 整个人定了 当它定了下来的时候 眼神完全是另一个人 所以 你说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一点都不完 是非常之科学 不过这个科学 未来到这边 姐姐 但其实除了牙齿之外 很多东西做到 比如说 有面诊 手诊 耳诊 都可以看到问题 是吗 面诊 手诊 耳诊 所有的望诊 所有的诊断 都需要合参这个元素 所谓合参 它是由不同的角度 它要相互去引证 所以诊断 包括红膜 红膜 我们做得比较多些 譬如红膜 它们可以通过拱膜 红膜 是可以看到 身体 不是看病膜 是身体哪个器官 它有药 身体哪个区域 最向要有毒素 而毒素 是否病因 你说是 就是了 但是 如果我们 用解毒的方式去做 究竟是否在医疗系统 在做这件事 可能是 都要期待 但是坊间 如果做排毒 做解毒 在外国 似乎是自然療法医生 做得比较多些 其中一个它的印证 就是什么 就是头发测试 所以为什么我们 很有兴趣去处理头发 就是因为 有一种 有个观念 叫做经皮毒 经皮毒 就是通过皮肤 去吸收回来的 包括生物 和非生物的毒性 非生物的毒性 包括 生物毒性 非生物毒性 包括 重金属 病毒 这都是 因为它很微小 经皮毒 经皮毒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这个 亦是很少你听到 因为 连观念都没有 你怎么会去找医生 因为 你问他的时候 他也没有一个系统 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又怎么办 那又问谁呢 所以 所以 排毒 好像 现在 多或少做的人 好像是美容师 那他用什么来做呢 就是 通过 一个介入 或者天然物质 和你去按 通过皮肤 当然皮肤可以去排解一些东西 通过 很合理的 一些有用的工具 和什么 真是专业的 和有评估之下 去处理之下 可能皮肤更好 很多背后 是因为身体干净了 才能够更好 这个似乎也是 健康 和医疗领域之间 好像经常都 说不到 暂时 就是因为我们对全面的身体的了解 我们希望 真是有健康领域的专家 越来越多出来 探索健康的这条路程 和定位自己变成专家 是我二三十年前 自我其许的一个身份定位 但我发现 真是 我们学习的时候 是真是要靠自己去 去找 真是在这个领域 因为他这些专家 是很难坐在一起的 他这个 知这样 那个知那样 但是 变成一个课程 亦都是很少的 那好了 阿龙医师 我想问你 刚才你讲的六个因 你讲了新因是因 其实你的医元病 是否属于其中一个 医元病是第六个 第六个 刚才我讲的经骆 还有一件事未讲的 就是麦伦 提到麦伦的时候 因为是属于 印度医学的领域 有一个伦 我们就比较熟悉 因为这个伦很特别 因为它是跟 那个绿色有关 印度医学 心伦是绿色的 是绿色的 当我们发现 如果心伦 他不开的人 他其实是很多东西 会产生偏差和变化 而在心身医学的领域 他现在是倾向于 是用什么呢 用一个叫做 Heart Rate Variation HRV 去评估一个人的心跳 那HRV所评估出来的东西 其实很多是症状来的 那这些症状 这些症状的表达 往往是 跟我们做经络测测试 由经络测诊断 评估出来的东西 是很类似的 不过在西方医学 他们是在说 HRV 在中医 他在说是经络 所以默伦和 经络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探索中 其中一种 我能够有关系的 就是说 经络所说的东西 现在有些科学界 正在用HRV来评估 默伦呢 有些人也是用HRV来评估 所以共通语言 仍在很多领域探索中 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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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关系 有时我们需要一些数据 是用仪器去评估到 其实仪器已经存在很多 比如苏联 有一个系统 就叫做GDV GDV GDV 它是可以通过你十只手指 将你身体的一个 Bio Feedback 比如 小相机 就会给一个微小的电流 而身体 通过这个微小电流 它会给出一个 反应 这个反应呢 在一个小黑房 在一个手指头那里 它有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就看到一个很微小的光 通过这个光 的分布 因为每一只手指 它会反射不同的身体的状况 通过它这样 它MAP 了一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的脈絡 或者相关我们的肠 我们的肠 我们身体原来 不是只有我们的股皮肤 我们还有一股肠 看不到的一个信息肠 那这些信息肠 如果我们是不健康 不平衡的时候 其实很多不应该埋伸的 亦都埋伸 用实物来计 其实就是那些霧埋 其实里面有很多烛气 但是为什么烛气 犯你不犯我 或者犯某人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肠 其实也是一个保护罩 这些呢 就在麦伦医学 经浪 元气 这些这样的领域 或者词汇 就会看到 而中医来说呢 就在很多古代 因为没有科学的 这个这样的说法 但是 原来在相关的东西 就被归类为元学了 好元了 那就算了 那就不要探讨了 那么越来越多呢 就说 这些这样的探索呢 是需要 新的另外一种科学的探索方法 如果是领域 就属于Biophysics的领域 新的物理学的领域 其实呢 我们中国人 就是这个龙的绝人 就是说这个月位 但是呢 其实轮月这家东西 就一般来说 是印度那边的 麦伦 即Chakra那些 其实 反过来是否有效呢 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 有时候我都会 譬如仔师傅也在 有时候我 都说你的心轮塞了 嗯嗯嗯 但是其实心轮这家东西 是否真的適合我们中国人 或者反过来 印度人 或者外国人 那些白种人 他们又会不会 我们将那些针灸的月位 apply到他们那里 都可以呢 哦 那你意思就是说 经浪是中国人 有的 即是这家东西 很明显 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 有没有这个界限 领域 皮肤种族去分的呢 其实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探索的人是没有的 而我们只可以 在一个小诊所里面 我们通过 我们小小的认识 我们说的东西 不是要证明是对的 但是有时候 是因为我们 用这种思维模式 去看我们 解释不到的现象的时候 原来我们发觉 原来我们少了某一些思维 某一些评估的视觉 或者是观念 那譬如麦伦 为什么麦伦我这么重视 我自己是基督徒 圣经讲 保守为心 圣经保守一切 一切果效由心出发 在佛学医学 亦都很强调病为心生 那这个不谋而合地 是和现在最新最新的医学领域 它是用 那个叫我刚才说的HRV 去评估 评估一个人 究竟是亚健康 或者是未病的时候 但是实际上 身体已经出现一些敏乱 这些敏乱 先是产生一些功能性的变化 这些功能性的失调 久而久之 就变成可以名称到的病 那这个过程 你走回头 其实有时候我们 症状越来越少 我们知道一个人 向健康越来越好 生活习惯越来越正确 吃的东西越来越正确 其实我们可期望 就是它会慢慢復康 而这个復康的过程 它是做主力会参与其中的 好 但其实是拍到的 是吧 有些相机可以拍到我们的蜜笼 有不同的颜色 有些aura 那些算不算可以证明到 你可以说它是用一些数据 以及一些光学技术 它将我们延伸了我们的视觉 或者听觉 不能够捕捉到的某些行律 将它化作视觉影像 或者是信息影像 其实都是同类的意思 只不过有些是自然医学的医生会用 有些只不过是西方医学去用 好了 那你说了四个点 是吧 是 食因 心因 经浪物伦 和医元病 另外那两个是什么 那两个呢 一个就是结构医学 另外一个就是环境因素 结构医学呢 就很重要就是 现在有脊医 中医也有自脊的专业委员会成立 也有着着健康的专业委员会成立 所以健康 和你到病去找医师 你知道脊医的量也很少 中医去自脊的班子也比较少些 那慢慢有些大学就开始在碩士的程度 就开办这类的课程 而且慢慢越来越受去尊重 和去接纳 那背后的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会思考了经浪 和传统中医的整个思维模式 那最特别的一样的就是 当我们讲到结构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 比如说头骨 比如说底椎 比如说每个关节 甚至你的睡眠姿势 究竟有没有造成你今天 看好脊椎 或者看好骨科 但是明天 你的睡脂没有变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会问一件事 你和太太的关系好不好 接着你睡哪边的 是吧 面对面和側面睡 面左左 带着粉脑睡 起床的时候 脊椎不会很松 但是你睡了我睡又 还是谁睡 没所谓的 是吧 明天研究一下 不是跟你研究 不是我们学术上研究 放心 放心放心 所以枕头的高度 枕头的物料 所以为什么药枕可以医病 药枕可以医病 药枕可以医病 它已经属于环境顺色 我先抽一下水 因为我是 我访问过很多嘉宾 睡眠质素很差 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摊平睡 就摊平这样烦到 但我摊平是睡不着的 我一定是側睡的 是 那側睡的时候 就会 扎到肩头上 那我就真的被迫住了 如果我摊平才能睡得到 但我摊平 我就睡不着 然后一定要側睡 那側睡又影响着睡眠质素 那就是一个 是这样的 如果你叫我评估 你叫我评估 我才会问你一件事 就是 你尝试在不同的床上 试试睡一睡 感觉下 是否同样地不自在 那如果你发现 咦 不是喔 我在酒店没有这种感觉 或者我去到另一个地方 咦 我反而要側另一边 那可能 问题完全是 在那个环境 那个场上 亦都是我想说的环境因素 那譬如 我们看有些病人 我们会留意 譬如癌症病 我们会看一下 隔壁 屋的旁边有没有电标房 我去看看窗口 会不会很近 有好几个锅 或者它不是屋顶 今天屋顶 是拆满了很多锅 是吧 在我诊室为例 我们有个病人座的位置 在它的位置 我们可以收到 二十几个Wi-Fi 你有密码便能通到 那些是什么来的 最夸张的一个就是 我们在四楼的 在八九楼 都有宾馆 打下来的讯号 更强于在我的房间 传出来的Wi-Fi讯号 你想想 我们不断被这些东西 穿插 好 那好了 我发觉 我家里 我的梳化是很睡的 那张床 嗯 不知为什么 梳化有时 下午是开个小差 睡着睡觉 然后 四点多钟 睡一会儿 教定闹钟 睡 20分钟 不要睡那么多 嗯 但有时 眼睛睡到 一钟响 按下 按下 不要紧 睡多了 睡多10分钟 然后闭大眼睛 7点多 7点多 睡多3个钟 但床没有这个效果 那是否说 那个梳化是适合睡觉的 有时便是长 有时是六方向 这些方向 可能要找一些师傅 去帮忙看看 那当然 我们也有我们的评估方法 那是否简单 如果我未看之前 就是 既然我梳化这么好睡 我便应该搬出梳化 那里睡觉 那样 那睡眠质素 但有没有说 真的一定要睡直 才可以 才睡得好 是 你好睡是两样 好睡的定义是 睡了之后 起床是回到气 我就用这个定义 即是说你醒了一下 但是好睡 即是说 整天都很想睡觉 有些人喜欢睡觉 跟着他又睡到 那其实他不是一个 优质的睡眠质素 但是睡很久很久很久 起床 其实又不是最精神那种 那我就不会叫他做好睡 那这样 我想你也是我后者说的 因为前者说的 如果是真的好睡的那些 他精神会更加饱满 那姿势呢 其实特定的姿势呢 他有时是为了平衡某些经浪的问题 当你发现 如果有些地方他平衡的时候 你的姿势已经不会再有那种舒服 这个也是我们有时 那是否真的要先享受平衡 叫做universally 是对的呢 不是对的不错 是你舒适 和那个舒适呢 它是会变的 它是变数来的 因为它跟你的经浪 经浪的运行 是不同的有关的 好的 好 我们这段时间又够了 那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再跟你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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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